有黄金反派之称的季春华于7月11日不幸离世,当天又有一位名人,一次被确认为海正,季春华老师从一一生几乎轻易色眼的,都是那种恶狠狠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。 因为其形象和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大家一致的认可,所以被称为黄金反派,季春华因电影少林四一角而被观众广泛关注,随后又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反派角色,创造了一代神话。 7月11日在杭州因肺癌去世,听闻此消息,网友纷纷发恩悼念,生前好友与合作过的演员以六小灵童,赵文卓,吴锦为首纷纷发恩怀念,季春华老师的追悼会在7月13日早上9点钟准时开始。 此时生前的好友,见大哥著名导演张继中,生前合作好伙伴成龙,徒弟谢苗纷纷出席追悼会,好友陈龙多次哽咽,而张继中老师和徒弟谢苗,则一脸悲痛之情。 张继中陈龙谢苗张继中的出席道念快季春华的粉丝们,也纷纷来送他最后一场。 季春华老师神秘的妻女也首次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,季春华老师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,对自己的家人保护得很好,多年来大家都不知道他妻女的相关信息, 只知道季春华老师的妻女早年就已经定居在加拿大,而女儿遗传了自己武学天赋,从小喜欢武术,季春华在追悼会上妻女悲痛不已,多次痛哭流涕,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,很多网友便提出疑问,为什么生前不见他们母女? 季春华老师在病床痛苦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母女?如今季春华老师去世了他们跑来痛哭流涕,是想回来分家产吗?真的像这位网友说的那样吗?不是的,因为季春华老师不想嫁人受到打扰,所以公众不知道他们的信息而已,回来分家产这一说更是无稽之谈。 妻女儿在季春华老师逝世的同一天,另外一位名人疑似也被查出癌症,这位疑似被查出癌症的是英雄联盟项目电子竞技选手刘某,因为其游戏ID为BDD所以他又被称作BDD又名骚猪。 朴老师,2013年SWL联赛第二赛季冠军,2013年IEM新加坡战冠军,2014年LPL春节赛亚军,流谋流谋最强悍的是打上单为之,最擅长的英雄,德马西亚皇子,新红收割者,机械公敌,神花魔人等,能力强悍,献上打法异常凶悍,被称为2013年最有侵略性的上单。 强悍流谋的微博之前更新3月9日,而后4个多月的时间,都处于失踪状态,在7月11日发微博称,自己没事目前状态良好,良性的概率非常大,也有很多朋友陪在我身边,我也会积极面对,积极面对这么长时间BDD没有消息。 如今看来真正的原因,可能是BDD觉得自己身体有点扛不住了,虽然直播的时候收入不菲,但因为长期熬夜直播,又是抽烟等对身体的危害肯定不小。 想象收入和健康,当然是身体健康更重要一点了。 熬夜直播最近BDD被传出患,有肝癌的消息,而这个消息初步证实,目前在做进一步的检查。 BDD还在微博上称,肿瘤有可能是良性,如今它的心态还是蛮好的。 心态好最后在这里劝大家一下,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,身体才是一切的本钱。 正如那句话说得好,并来如抽丝,就连银瓶上那么硬朗的季春华老师在得病之后,都很快疼痛难忍。 最终不知而逝,更何况我们一般人呢? 同时也愿季春华老师一路走好,祝PDD患的是良性肿瘤,早日康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